是中国净土宗的出租 慧远大师的道场 距离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那慧远大师当年在东晋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白殿舍 当时有十八高贤123位莲友 在这个地方专修念佛法门 大家都有往生的对象 那念佛一法 在中国大陆属传扬的大乘经典当中 是最先翻译过来的 这个无量寿经 在中国有十二个一本 现在留下了五个一本 那慧远大师当年组建的白殿舍 也主要是依据无量寿经的理念和方法来修行的 所以东宁是在中国大陆 从东晋到历经唐宋圆明清 都是主要是专修净土的道场 虽然其中会有禅宗和律宗短时期住持 但总的格调都是修净土法门的道场 那现在的东宁寺也是秉承作会员祖师 持见念佛求生净土的道场的宗旨 求生净土的宗旨 来作为我们寺院的修行的宗旨的 所以我们道场就比较注重早晚功课 都是以持民念佛为主 每年还会有佛期 还会有闭关活动 这些都是围绕着信愿持民求生净土的核心 来展开的法务活动 听说我们韩国的信众愿意来这边体验一下 如何念佛 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讲 东宁佛号的持念的理念和方法 那净土念佛法门有一个特色 就是以阴身做佛事 那这个念佛呢 念就是你要从心里 把这个佛号以阴身的形式念出来 能够再从耳根听进去 形成一种阴身的内循环 那尤其要注意 射心去念 所谓的都射六根 敬念相继 那怎么能够射心去念呢 那一般我们的心都是散乱的 都是调局的 所以这个心很像猿猴一样的 它是很难射注的 那我们就要找一种方法 把这个心猿一马的念头 给它射受住 归到一处 都以这个佛号来总射 那舍住这个望心呢 首先我们当下能念的心 你得要赋予它一种目标价值 就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是为了了脱三界的轮回 往生到极乐世界 做菩萨成佛的目标 这就是说以身性切愿 来装严这句佛号 那有信愿持民 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慈悲 愿力那个大磁场 能够感应 能够频率共振 那怎么样跟极乐世界的 这个境界能够相应 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 它的频率能够共振呢 所以因生之道 就必须要加以考量 那从无量寿经的描述来说 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音乐 音乐之都 它里面有种种的美妙的音乐 它的白鸟邪鸣 风吹灵独 虚空发出 虚空乐器发出的声音 宝树枝叶发出的音声 还有宝网发出的音声 都是美妙的法音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法音 这个法就是法性 或者叫实相 或者叫涅槃 也就是我等众生 最本源的那个心性 发出的美妙的音声 这种法音的音声格调 有八个字描述 叫清 畅 哀 亮 微 妙 和 雅 首先来看第一个字 清 清就是清净 在大乘经典当中 清净是表明那种空性的 也就是我们发出的念佛的音声 要有空灵的特点 第二个字是唱 唱就是很通唱 我们当下这个心 你要让它 它唱达到实法界 所谓通天通地 不能有中间的 不能出来的音声 这叫执行式道场 要唱达 第三个字是哀 哀是悲哀 悲哀它从我们 涅滴凡夫来说 我们在生死旷野当中 八苦交间 我们是很悲哀的处境 由这个悲哀的音声 来感动阿弥陀佛的 大哀之心 大悲之心 去呼唤佛的救度 这是哀 当我们用自己哀的音声 感动到阿弥陀佛的 大悲心的当下 这个管道 就让我们接受到了 弥陀随时可以 拯救我们的这种威德 于是我们就有 就有往生的信心 于是这个声音 就具有亮色 快乐的亮色 那第五个字是威 威就是威系的意思 威密的意思 就是你念佛 要向内心去念 这个音声 要在我们最深沉的 阿奈耶诗里面 激活我们今生 乃至多生多节的 那种善的种子 那第六个字是妙 妙是奇妙 妙不可言 就是这种 深沉的善业的种子 一旦被激活之后 它就会产生 不可思议的作用 所谓消业障 开智慧 这个得神通 种种的身心上的利益 第七个字是和 和是和谐 就是和是多种要素 它达成一种和谐的 这场格局 那比如我们念佛的 有男的 男人的声音 有女人的声音 有老年的声音 有少年的声音 它各种发出的音声 有个性化 但是在同样的频率当中 它又高度和谐在一起 就好像交响乐 有很多乐器发出的音声 但是在指挥的这种旋律之下 是一个美妙的和声 那这种和呢 导致的结局就是 几十个人念 乃至几百人念 几千人念 听过去就好像一个人在念 那最后一个字是雅 雅是高雅 或者雅正 就是这句佛号 我们赋予的这种作用 不是求得人天的福报 而是要跳出三界外的 是要去到彼岸的世界 去做佛 去普渡一切众生的 它是超越世俗的一些目标 它很高雅 所以这个雅就是代表着 我们念佛的超越性 神圣性在里面 那极乐世界的音声 就是这八个字 于是我们依据这个八个字 作为参照系 我们在这个世间 也以清唱哀量 微妙和雅的格调 来赋予到这个名号里面 那这种频率 就接近于极乐世界的 那种音声的频率 于是持土的频率 跟鼻土的频率相应了 那就拉近了我们跟极乐世界的距离 甚至当下 我们念佛的声音 就透过心佛众生 等无差别的那个管道 直接就到了极乐世界去了 去隆到了极乐世界 盛大的交响乐 海潮音了 同时极乐世界 那种高雅的音声 也通过这个管道 到了我们当下 也在对我们进行 奇特的加持 所以当这个星光名号 融为一体的时候 那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没有分 没有分西方和东方 更没有十万亿佛差的概念 南无阿弥陀佛